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整车其实还是延续了一种大众家族比较标志性的一些设计风格 但是在很多细节之后也是做出了调整 比如说这次我觉得很好看的观察室灯带 以及像它这个下方更加圆润的前半秒造型 那同时呢我觉得它的这个IQ Lite的这个举阵式大灯 其实在典州也非常好看 并且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 也可以看见它这个灯枪里边也是标有这个IQ Lite的一个名文的 那车身侧面呢我们可以看到T-Rogue其实也是保持这种比较运动的设计风格 比如说它黑色的车顶搭配着这个红色的车漆形的这种 壮色的一个视觉效果我觉得非常的运动非常好看 那同时呢还有很多细节之后的设计 比如说它的这个一字板上这个可以发光的logo 我觉得这种质感的体型还是非常棒的 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C柱的这个溜辑的造型 也让它整体的车色看起来更加的运动 那全新探戈的这个车尾可以说是它整车所有设计当中我最喜欢的地方 首先啊我们一看到它的这个车尾灯其实跟头灯组一样也是使用这种贯穿式的设计 并且呢它的这个尾灯组是这种很立体的一个设计 我们如果其实在我这个角度比较侧面就会看到 它的这个灯组内的灯带它是使用这种像三片式一样的结构 就是你从侧面看过去之后 它就是那种像三层叠加在一起的这么一个设计效果 真的整体带给你的这种质感我觉得是相当相当到位的 真的是看起来就非常豪华 同时呢可以看到啊 它的这个尾标也是放在了大众的logo下面一个T-Raw的一个名牌 那要知道在以前的大众的车系当中啊 只有这个旗舰车型灰腾才会把这个名牌放在logo下面 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技术下放 其实真的让我们的这个入门级车型变得更加的具有性价比 OK现在我们坐进这个新探戈的车内来看一下它的内饰啊 那其实一坐进来之后 我觉得整体的这个氛围感还是往这个科技感和豪华所靠拢的 那我们可能所有人第一个注意到的应该就是它这种座椅嘛 那这个全新探戈也是用了一个带有R字母的一个相当于Rline的一个运动座椅 那整体使用的这种是灰色跟黑色相间的一个装置设计 无论是它的这个舒适度啊 包括像它的这个设计的外观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因为毕竟以往我们想买到一个带R字母的座椅 可能你只能在什么GTI啊 包括像高尔夫R上才能看到 但是我们在全新探戈它都有这种Rline的座椅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另外呢就是它整车其实也加入了很多这种透光面板 比如说我这个副驾驶前面这份面板 包括像我们这个门把手上的面板 它都加入一种像灯带一样的设计 而且这个灯带还有30色可以调节 在晚上其实点亮之后还是挺好看的 那我觉得这种科技感跟3M1还是轰硕到非常到位的 那下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它这个全眼镜仪表吧 那这块10.30寸的全眼镜仪表 其实我给它的一个外号就是这个奥迪的这个虚拟头上的青春版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无论是功能的使用上啊包括这些UI设计 真的这个跟奥迪的那套系统真的非常闲着 也非常好用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 比如说我可以把我的导航完全铺满在我的这个全新屏幕上 包括说我可以让它显示我的一个音频呀 包括说车身状态呀 以及一些导航数据啊 现实数据等等 所以我觉得啊这种虚拟座舱的这种体验 真的是让驾驶员可以更加沉浸的去保持在一个驾驶的状态 另外呢我还想说的一点 就是我被它的一个细节注释所打动 也就是它的这块多功能放盘 它带有一个振动提示的功能 那很多时候我们一些厂家 它为了去提升一个所谓的科技感 它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内全给你去去掉 但是它又不给你一些按键上的反馈 那真的是用起来非常难求 而且很容易触碰 但是大众这个多功能放盘 它可以带给你一个振动放盘 你比如说我在去调节这个音量的时候 它用两种方式 其实你可以通过去按动它的这个按键来达到一个调节 也可以通过我手指滑动来达到一个调节 那在你滑动的同时 它会带给你一个很轻微的一个振动的感受 那我如果大家其实如果用过苹果笔记本的话 其实你去用它的那块触摸板的话 它带给你那种感受 其实跟这个大众带给你感受很像 这种咯哒咯哒的声音 这种很细微的这种体验真的是很难用眼里去形容 所以我觉得这块多功能放盘真的是相当相当宝 那中控区域其实没有太多可说的 它也就是保持着这种大众家族很中规中矩的一个模块式设计 比如说上面屏幕 中间是空调 下边是一个储空间 那我觉得这次很大的一个让我觉得很意外的地方 就是这台全新探戈它竟然配备了一个无线carplay的功能 那我觉得无线carplay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地方 那只要有无线carplay的车机 那就是一个好用的车机 我觉得大家如果用过无线carplay的应该总都懂 没有用过的我建议去体验一下 那屏幕下方也是它的一个驾驶模式调节 包括说这个自动启停 以及一个自动摩车的一个功能按键 在下方就是我们的一个空调控制区域 那空调控制区也是支持一个按键 包括说一个触摸调节 在下方处空间也拥有两个typec的充电接口 所以说整体来说呢 它这个车内的无论是豪博感 包括科技感 包括空间表现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那虽然是一辆紧凑级在sov 但是我想可能大多数买它的用户 还是会比较关心一个后排空间的表现 那我也坐进后排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在前排调整到我的一个比较合适的坐姿之后 1米83的我坐进这个全新探戈的后排 起码我觉得腿部空间 包括头部空间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富裕的 那如果我觉得我都能比较舒服的坐下 那应该大多数人都可以很舒服的坐下 那如果要说唯一可能有稍微比较遗憾的地方 就是这个全新探戈它这个中间的地台稍微高了一点 所以说在坐满五个人的时候 可能中间层次会稍微不是那么舒服 但是总体来说 我觉得作为一个紧凑型的sov 它的后排空间表现还是很可以的 最后啊 咱们把这台全新探戈开到路上 来看一下它这个驾驶表现 那其实在我这几天的一个试下下来 总体来说 要不我总结 它的驾驶感受就是两个字 灵动 其实跟它的这个整体的相当于 它能表达这种精神非常相像 那我觉得 无论是这台车的一个转向手感 包括说它一个底牌的一个紧动程度 其实很多车都会让你忘记你在开台sov 更多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你在开一条很小的车 很灵动的车 那我觉得这种很得心应手的 包括说这个转向和爱情 它的这个底牌表现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套人喜欢 起码我很喜欢这种驾驶感受 它不会像那些很忽忽忧的 很大的那种sov 有很大的一个什么转向虚规 包括说一个特别特别软的一个悬架 我觉得这都是你在这台车上所看不见的 它带给你的感受就是来很精致 很紧绷的一台小车 那这种驾驶感受 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喜欢驾驶的朋友 你真的会爱上这种驾驶感受的 那咱们再说一下它的这个动力启动 那这台全新探戈已经要搭载一台 有比较经典的EA21发动机 所升级之后的1.5T EV2发动机 那在这个如今都讲环保啊 讲DU号的年代 那其实这台发动机也做出了一个相对优化 比如说更加省油的一个米勒循环 以及为了弥补米勒循环 所带来动力损失的一个可变截面的涡轮达 其实都是它的一个科技配置 那我觉得这台发动机其实也是在一个油耗 跟动力性能当中做出了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平衡吧 可以说是 它的这个最大功率是118千瓦 最大扭矩是250牛米 那其实在我这几天 北京城市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路段来看 它动力可以说还是够用的 虽然说相比于那些带电池 什么动不动0百这个4秒公秒的电子车来说 肯定这个动力才是没有他们那么强 但是我觉得评价一台车 它在城市的表现不是什么0百 而是一个真正好开真正顺畅的一个驾驶感受 那我觉得毕竟你谁买一个电车 回来天天就玩崩支线的 是不是 如果真有这种人 那可以说很符合我对一个电动车车主的一个可玩印象 所以说呢 这台探戈 它的这套发动机搭配着它的这个双离合变动器 其实给我的感受就是很顺畅 我在北京其实那天 五一之前那天北京有多用路 我感觉如果是北京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就开回家开了三个小时 那这个三个小时的这个拥堵路面 其实也让我对这台车的一个评论 其实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所以总体来说 我觉得这台车真的开价真的非常非常好开 还有一个配置 是我没想到这个全能量会配备的 就是它的这个L2级别的自动驾驶系统 那其实比较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这个人一般上车之后 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关掉所有的这个驾驶系统 因为我觉得让电脑来控制油温刹车来带地驾驶员的这种操作 我觉得是不安全的 但是最近试过了很多车 包括说奔驰宝马 以及这次探戈所配备的自动驾驶系统 其实对我的出动还是挺深的 因为就那天在拥堵的路面上 北京那个五一之前那天 我真的是开的就是腿已经很酸了 但是我就想我是不是要用一下这套自动驾驶系统 但是一用之后发现它的这个ACC自动驾驶系统 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它其实已经很多时候真的能去说 来领会我们真正人类想要去达到的一个这个驾驶目的 比如说我看见前面那个车稍微远一点 我的这个油门跟刹车的动作 其实跟这个系统所做出的这个反应 其实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所以说有了这么一种铁之后 其实也让我对这种自动驾驶更加的放心了 那这台探戈其实它的这个ACC自动是这种 我在那天也试了很长时间了 可能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开这个ACC 所以总体来说 我觉得它的这个 不论是它的这个底盘表现 操控表现 包括说它的这个辅助驾驶系统 真的是真的完全超乎了我的意料 那咱们最后总结一下吧 那其实我对这台全新探戈的一个定义 就是这台都市小精灵 那我觉得这也很符合它的一个 Time Rock的这么一个理念 那优秀的底盘操控 年轻化的外观 加上好用的车机 以及这个非常优秀的自动驾系统 我觉得对于那些想要购买一台燃油的 紧凑型的SUV用户来说 全新探戈真的是一个你们可以考虑的车型 OK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就到这了 没点关注 没点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